都说写日记可以改变人生 我也是通过写日记 很偶然的在我的这个日记本上 写下了我想要的生活 就在短短的一年后 我写下的每一件事情都变成了现实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 七种写日记的方式 聊一聊为什么这些方式 对我们的生活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那在视频的最后 我还会分享一些写日记的指引 我也制作了这个表格 供大家使用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通过写日记 来改变你的生活 那就接着往下看吧 第一个写日记的方式 也是我认为可以带来极客效果的 就是感恩日记 在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 就是这个感恩日记本 这个日记本的每一页纸 是同一个日期 可以使用三年的时间 那在每一年呢 都留有足够的位置 可以让你写下 今日感恩的两三件事情 在这个本子的最前面 也会给你一些感恩的点子 和指引 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要感恩什么 就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些问题 我一直以来断断续续的都有写感恩日记的习惯 我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当我有进行这个感恩练习的时候 对我当天的能量和心情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虽然我知道做这件事情的好处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忘了去做 直到我拥有了这个本子之后 我的感恩练习是一天都没有断过 我会把这个本子放在我的床头 每天看到它都提示着我要去对生活中发生的好事进行感恩 每天一起床压写下感恩的事情 提醒着我无论昨天发生了多么不好的事 但今天呢又是全新的一天 让我去环顾我生活中发生的美好 值得感恩的瞬间 所以这个日记本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的 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二个写日记的方式 就是回顾今日日记 一天结束后回顾一下今天 这个方法其实非常有趣 因为进入一下生活 可以让未来的你看到你对比过去的一些进步 好比在一年前 那个时候你都在想些什么 你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在现在的你看来 这些困难是不是都已经全部克服了 你的生活是不是比以前更好了 回顾以前的生活可以让你发现 其实你进步了非常多 也可以很有效的去增强你的自信心 而且啊我通常喜欢在回顾日记里 记录一下我今天都做了哪些对的事情 好比我今天吃的还挺健康的 或者是我今天抽空抽时间去锻炼身体了 今天都学习到哪些新的知识 去记录一下生活中我们表现好的这些事情 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一种很满足很满意的感觉 也可以助力我们去养成这些我们想要培养的好习惯 激励我们继续坚持努力下去 那相反的当我们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在回顾今日日记里面呢也写得非常坦白了 可以给到我们一个直面自己不足的机会 因为真正的发生改变进步的前提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所以回顾今日日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反思的过程和方法 当然当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写日记其实也是非常好的抒发情绪的方式之一 我把这个称作为解压日记 因为在生活中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其实我们是没有一个可以发泄的出口的 特别是对于那些比较要强的人 当这样的性格的人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想要给身边的人带来困扰 他也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不行 所以不会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和别人去倾诉 但是当我们把这样的情绪积压在自己心里久了 其实会非常难受 而且如果情绪没有得到非常好的排解 也会非常难去转变我们当下的能量场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中没有这样可以去倾听的对象 你可以把日记当做你最好的朋友 把你的心里话 你的感受都毫无保留的去告诉他 因为他永远都不会背叛你 他会无条件的倾听你 他不会反驳你 更不会质疑你 今天要分享的第四种写日记的方式叫做成功日记 我也是从一个观众的留言了解到了这种写日记的方法 成功日记记载着你做成功的事情 可以记录着你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成就 好比说你考上了自己想要的大学 或者拿到了新一企业的offer 通过记录你生活中比较大的这些成就 可以从中获得满足感 给自己更多的鼓励 你也可以在你的日记本单独留下足够的空间 用作于这个成功日记 或者直接拿一个全新的本子 专门用来记载你做成功的事情 因为当我们缺乏自信心的时候 我们做事情就会变得捏手捏脚的 就会影响我们的表现 所以每当你需要增强自信心的时候 可以随时的去看回你的这个成功日记 回顾以前你做的成功的事情 你会发现其实自己的进步还是很大的 可以帮助你找回对自己的认同感 那第五种写日记的方式就是人际关系日记 这个是我通过阅读人性的弱点这本书中学习到的 大家都知道呀 人是有双伤 分别是情伤和智伤 在生活和工作中呢 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和身边的人相处 不仅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口碑 还可以让我们做起事情来更容易 那提高我们的情伤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了 那就在人性的弱点这本书中 作者分享了很多与人的相处之道 但是了解这些知识和真正运用这些知识的差距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作者就非常建议我们可以记录下 在生活中进行的高情商练习的对话 以及这些对话给我们带来的好结果 通过不断的记录和复盘 就可以加速提升我们和别人的交往能力了 今天要分享的第六种写日记的方式是想象日记 这个日记就是写下你天马行空的想法 可以写下你对未来的幻想和期待 通过想象不但可以去提高你的创造力 你还可以通过想象去开拓你生活的各种可能性 在视频的最开始 我说到我在三年前在日记本里写下的东西都实现了 这个其实也是想象日记的一种 当时我还是一名事业一年的审计师 但是通过想象我成功的转行 并且获得了更高的薪水 后来还创建了Flowly Sita这个平台 传播正能量给我的观众 我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 不是只有一种标准的活法 但是时常我们会困在生活中日复一日的这种枯燥的状态里 所以想象日记的好处就是它创造了一个 可以让你去思考生活更多可能性的机会 在你的心中埋下这些小小的种子 在某一天可能就会激发你去付出对你的行动 这样做的话 你距离你想象的生活就会更进一步了 所以像小孩子们一样大胆的去拥抱你的想象力吧 给你的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活出更精彩的人生 最后一个写日记的方式叫做Morning Pages 这个方式呢在欧美圈还是挺流行的 它的运作方式是每天早上起来后写两页纸 把脑袋里所有的想法都写下来 因为两页纸足够长 所以在写的过程中是给了你足够的时间去进行一些深度的思考的 通过两页纸 你也可以把你脑袋中想要摆脱的这些负面想法全部都抛出来 再或者是可以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 在写两页纸的过程中呢 就可以同时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这个方法呢我个人是没有尝试过 因为我觉得在早上写两页纸 对写日记的这个事情是设了非常多的限制的 分别是时间和篇幅的限制 所以在这呢我也想和朋友们说 如果你把写日记当成了一个任务来做 那其实就会非常难去发挥写日记本身的效果 所以你一定要去选择那些最适合你的写日记的方式 我还整理了很多写日记的指引问题 通过留言和点赞这期视频我就可以把这个表格免费的发送给你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其中几个指引问题 接下来我就会把这些问题一一的念出来 你可以随时将视频暂停 然后拿一个本子或一张纸写下你的答案 那就让你写日记的旅程从此时此刻就开始吧 回顾这一天 今天有什么让你感到快乐或满足的时刻 想一下有什么东西一年前你没有 现在感恩它的存在 你认为自己身上有哪些优点 这些优点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 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想做 但又感到害怕的 如果你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 你最想做什么 你心中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的